今日,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袁奶奶康复出院后归心次见 住院治疗的这17天,是她和老伴结婚50年来最久的一次离别 她说,再次见面时,要给患难与共的爱人一个深情的拥抱 据了解,袁奶奶和老伴谢爷爷一直定居在湖北武汉 今年春节期间,老两口回湖南晨曦老家探亲 不料遭遇突如其来的疫情,双双确诊新冠肺炎 经过当地医院的全力救治,谢爷爷于2月7日出院 六天后,袁奶奶也出院了 出院的那一刻,她最想见的人是相守半个世纪的爱人 住院期间,夫妻俩一个住26床,一个住29床 虽相隔仅一扇门,却无法见面 只能通过手机视频相互鼓励 治疗期间,两位老人都不想让对方知道自己的病情 即便是在最危险的时候 给她,老婆加油,打气,两个人 每天就在视频里,要我们录视频,然后给她老婆看 加油 你好啊,我现在很好,正在康复 老头子,要好好休息啊 要注意身体啊 我们俩都要多保重啊 经过17天的精心救治,袁奶奶的新冠肺炎病情得以康复 达到出院标准 因为身体还有其他疾病 袁奶奶转院至陈西县人民医院继续治疗 早已等待在此的谢爷爷为老伴送上鲜花 激动的袁奶奶伸出右手 用深情的拥抱迎接久别后的重逢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